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当权利的游戏中的大麻雀,遇上威尼斯商人,说起每句权利的游戏。 你先想到的是马卫角色,抬头比谁都长得龙吗?风暴降生丹尼利斯,不分者,米铃女王,安达二人,罗伊二人和鲜明的女王,七国君王,监狱守护者,多斯拉克大草原的卡利西,打碎料靠者,龙之木丹尼利斯塔格利亚,能一口气毒完的都是英雄。 此而复生却被定以know nothing的宗学,成文学落,还是后两季才有戏份,但瞬间秒杀众人的大boss一鬼一王。 据统计,权利的游戏中有三百个家族,每个家族都有不同的封地,不同的习服,烧闹的同时,每个性格迥异的角色,也让故事的情节和条线发展变得更为充实。 除了上述的经典角色,权利的游戏中的许多配角也是大有来头,甘纳影帝托尼奖得主乔纳森普雷斯,在剧中饰演的总主叫大麻雀,Hire Sparrow就为大热美剧权利的游戏增添了不少色彩,毕竟人家也是直接抓捕囚禁太后色星和皇后小玫瑰的人,乔纳森普雷斯在美剧权利的游戏中饰演大麻雀,乔纳森普雷斯。 1947年6月1日,出生在威尔市的霍利·威尔演员,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,目前是商店收银员,16岁时乔纳离开父母,进入一所艺术学校读书,开始对戏剧产生兴趣。 后来在伦多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学习表演,毕业后他加入了利物浦人人剧院,成为一名艺术总监。 2013年,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他就出演过《迅悍记》、《卡姆雷特》等沙翁名剧。 2013年,67岁的乔纳森再次回归剧场,饰演了沙翁四大喜剧之一《威尼斯商人》中的《吝啬鬼夏洛克》,奉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恶人演绎。 2016年,该把《威尼斯商人》以员班人马来花远出,获得广泛好评。 2018年,这部经典以高清戏剧影像的形式再度归来,环球映画戏剧放映《威尼斯商人》。 The Merchant of Reynos 英文对白,中文字幕,导演乔纳森蒙比,主演乔纳森普雷斯,瑞秋吉卡普丹尼尔莱佩恩,放映时长165分钟。 幕间休息15分钟,美丽且富有的鲍西亚小姐向她的求婚者们出了一道难题,胜者赢美人,追求者巴萨尼奥远道而来,为求婚而托朋友,安东尼奥,向犹太监生夏洛克借贷三千金币。 巴萨尼奥最终解决了难题鲍德美人归,但天有不测风云,安东尼奥的商船被风浪损毁,无力偿还借款,早就对安东尼奥, 怀恨在心的夏洛克对他身上利益抱受虎视眈眈,维尼斯商人作为沙士底下从浪漫喜剧,向悲剧创作过度的重要作品,随着时代更迭而广受争议, 话题超越了表面的公平与宽恶,仁慈与卑鄙,审视了社会中的种族分歧与客体的自私性。 在此版中,导演乔纳森蒙比,赋予了每一位决策自善与恶两种特质,没有神识纯粹正义或者邪恶的化身。 舞台印象,第十二页,2018年1月21日周日十九点,维尼斯商人,2018年2月4日周日十九点,暴风雨,2018年3月3日周日十九点,地点,上海美琪大戏院,上海市静安区,嘉宁路,16号见凤邪路,票价 120元,150元,新以上来高精细剧,影像放映,在现场演出,现在购买两张以上关联票,还有机会获得海球樱花限量的明信片一套,数量有限,先当先得空。 感谢观看